观察那个变数里面的形态的话 请各位在底下 加上一个分格符号 然后呢用type的方式 帮我把那个里面的资料全部type出来 不过呢type的话你会发现假设你把原来的stream 这边如果改成什么改成加的话 我可以把上面的什么 上面的复制 贴到底下来 那改一下就是type 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type形态穿在后面 它一定会出现什么 又是形态错误的问题 如果你要 串接的话你 那怎么办 其实还是要转型 可是你会想说 那转型很麻烦 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 其实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把加号 干脆改成豆点串 豆点的意思就是说 我输出第一个 放前面 输出第二个 放第二个位置 中间 它会 帮你 加个空白 OK 所以你如果要再输出第三个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豆点 放第三个 放第四个 Printer它有这个规则 OK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不用转型 你放不同的心态都没有关系 就不要串接 OK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我分别的话呢 把这边全部加号改成豆点 然后呢 再来做输出 这样的话呢 应该会简单许多 Printer后面的话 你干脆用 豆点 然后分别把什么呢 把这个type放进来 那type的话呢 如果说我原来是这边是 用零的话 我们把它type type什么结果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type OK 那你会发现 它一样会输出这些东西 但是呢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呢 你放的东西它会显示出 它到底里面 变数里面的形态是什么 它会用这个 class 它会用那什么 哪一个形态 你这里面 第1个是放stream 第2个是放int 第3个是放float float是浮点 有小数点的意思 第4个的话呢 还是int 为什么还是int 记得如果你第4个 假如要改的话 请你把这个拿掉 因为 它如果去抓中瓜糊 哪一个index位置 它抓过来就是那个形态 如果你是要原 它全部 原始状态的话 那你可能要把中瓜糊 这个拿掉 它print出来的话 才会告诉你是一个list OK大概这样 另外顺便补充讲一下 另外呢在拍摄里面还有个形态 是 把中瓜糊 改成 小瓜糊 那这个小瓜糊 改完之后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叫做tuple tuple OK 那list跟tuple 你想说list的tuple 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用的方法 其实大致上都一样 差别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 那个list 它可以写入 也可以修改 但是tuple 它 不能够修改 唯独的模式就对了 你想 其他都一样 其他没有不一样 你想说干嘛弄两个 主要原因 如果唯独模式好处 就是效率比较快 所以如果你要 读取大量资料的话 那你是 那个资料只能被读取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放在tuple里面 不过理论上 我试过 真是说真的 效率有没有差很多 没有 大概差 百万分之一秒吧 如果你给他一万笔资料 意思是说 如果你暂时 没有那么大的 资料量 比如像 像淘宝 淘宝可能你就需要 用tuple来可能效率会 但如果不是 只是大概几万笔资料 那你干脆全部都 你又把tuple忘记也没有关系 你当成没这个东西也没关系 OK 因为它基本上差别是在效率上面 其他都一样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就是差别把它改回来而已 那再来的话 把这个形态做完之后的话 输出嘛 OK 其他部分的话还有哪些重点 我们大概看一下 形态可以type 然后 再来 OK 这个什么呢 我刚讲过 注解 Ctrl加斜线 如果你要快速注解 整个选举 Ctrl整个斜线 全部 注解 全部取消注解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 如果你不会这一招的话 如果 光注解就很花时间 而且这一招 Java也受用 Java也是一样 所以以前我记得 我也是这样把它选起来 按Ctrl 有时候就是因为 Java用习惯 用这边看看 可以 那就刚好就沿用就OK了 其他的话 还有按Tab键 可以做缩排 缩排部分特别注意 以前Java有大刮物 在Python没有大刮物 可是 它用什么去当成它的不同阶层 特别重要 就是用缩排 所以你可以 没有大刮物 但是不能没有缩排 所以未来 你不能全部都写在一起 你一定要缩排 比如说这一阶跟下一阶 不同阶层 你一定要用 缩排 就按Tab键 去做分割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刚开始有的 不太习惯 然后 不必指定 变数形态 刚刚我讲过 就是Runtime的时候 它才会by定它 就是才会给它形态 另外还有所谓的 Toy资源 这个什么叫Toy资源 就是说有些也是保留资源 这个保留资源 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很抱歉 不行会有问题 比如说什么 双引号 比如说单引号 像这边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比如说我今天取得什么 以这边的变数 List来看 假设我今天要取得的是 这个里面的3 放在这里 输入2好了 因为它index 012 所以我要取得这个3 但是呢 输出的结果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个3的 前后 要有双引号的话 要有双引号 那这个地方 怎么做 你这边的话就是变 串接的时候 你会想说 那我在冒号后面 再一个双引号 变这样子 理论上 你的原来想法是说 我希望在这边多一个双引号 那在后面的话呢 又要再多一个后双引号 原来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你这边 又要一个双引号 放在这边 这边是放在后面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它会出现 有没有出来呢 它会变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它把这个当成子串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你要单独显示 那个 就是双引号的话 记得要多一个脱移字元 就是反斜线 特别重要 这边要多一个反斜线 告诉他说 这个东西 它不是 你所觉得的这个 子串的符号 而是我要输出 这个字元 意思我要输出这个字元 OK那这样执行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会不会成功 有没有发现 前后双引号出现 一样 其实像单引号 或者其他的东西 也是 相似的方式 再来就是常用的像什么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换行 比如说 List 行别 换行放在下面的话 另外你可以讲 换行一般是反斜线N 这个可能要记得 蛮重要 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反斜线N加在这里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它会是 这样的效果 有没有发现 换行到这边来 反斜线N OK那几个 比较重要的推移 恐怕要稍微记一下 常见的就是类似 反斜线 双引号 反斜线 单引号 或者如果你还要一个 多一个 反斜线 比如说你要去抓那个某个路径的话 像Windows有路径 C冒号反斜线 这个时候的话也需要两杠 不能只有一杠 其他还有反斜线N 这个比较常用 其他这后面 这几个是比较少用 如果后面我们有用到的话 我们再来看 像一般换行是反斜线N 可是 其实Windows里面 有些是反斜线R 加反斜线N 其实我讲过了 微软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一定要多一个不一样东西 好那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比较重要 推移源 请各位自己再练习加上去 就是刚刚讲的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 你应该要知道的 像加减乘除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可能一定要知道 就是 Person 球鱼数 刚刚有练习 比如说像刚刚有什么 4Person 3的话 结果多少 鱼1 对 另外还有什么 这个 除除 除就好了 为什么要除除 除除是说 取得这个除完之后的整数就好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 除完 干脆除完之后 用INT转型 OK 其实也OK 所以除除有时候我也不喜欢用 反正你除完用INT转型 可以 结果一般 一样 OK 另外的话 还有层层 OK 就刚好提过 层层的话是几次方 有没有 7 的 二次方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表示 其实 不是只有 INT可以 Stream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产生 重复很多个字 有点像repeat repeat的那个字 你要repeat的几次 比如说你要几颗星 有没有 你可以用repeat的 比如说你 几颗星 乘几次 他就帮你输出几颗星 蛮有意识的 这个也是只有Python里面才有这样的用法 其他的话还有像 关系运算值 相等的话 是这样子 不等于 是这样子 大于 小于 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也都差不多大同小异 True force的逻辑 Naz and over 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 待会我们再来看input 如果你要让人家输入一些词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示意 OK 所以请各位用type的方式 再输出那个 相关的形态入份 都会这样子 关系的方式 不能再输出